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怡君 带您关心政治焦点 行政院不当党产委员会23日宣布 认定中华救助总会是国民党的随富组织 将追讨其名下将近9亿的不当财产 面对这次的党产追讨行动 旧总也提出了声明反击 他们就抛轰说党产会根本是不当没收民产 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质疑 他说是不是国民党的随富组织 到底是谁说了算 现在您看到这次事件主角旧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可以看到他是在1950年 国民政府迁台时期成立的 最初是叫做中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 之后才改名叫做中华救助总会 那么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执政下 旧总就被交付了许多任务 包括安置流亡的难民 以及空投物资到中国等等 做的大部分是两岸还没有开放前的 高敏感事务 但也因为这样旧总被外界认定 是政党色彩浓厚的民间团体 其实一直以来 国民党的党产争议不断 这些追讨的动作 到底是不是政治追杀 这些不动产 到底是所谓的私有财 还是国民党的财库 带您看政治中心记者 陈玉富进一步分析 那他过往就是透过国民党 以党领政的关系 那从国家那边拿了很多补助 那进行所谓的大陆灾包救济 或是反共议事慰问的一些工作 那旧总执行之后 当然还会剩下一些解余款 那这些解余款跟一些知习的部分 旧总就拿去购置房地产 那或者是当年接待 西藏抗暴领袖的喇嘛 精神领袖的房舍 或是收容异包大陆难民的房舍 后来因为台湾都市化发展 那旧总把它改建为大楼 可是这些资产当年是来自于 国家的土地或国家的经费 可是旧总它却没有还给国家 去年党长会认定附水组织之后 旧总不服提行政诉讼 那这个尚在行政法院的 这个审理的阶段 但它这个并不影响到 党长会的调查警督 那根据他们这半年来的调查 说购置的房地产 这个是不当党产 那依法就可以先移转国有 好的谢谢玉富 回到棚内进一步带您看到 这次旧总名下被追讨的9亿资产 其实大部分是不动产标的 限值高达8亿多元 另外还有6000多万是来自旧总在民国50年推动的 一人一元救助中国债包现金募款 那么外界就好奇旧总名下的不动产到底位于哪里 可以进一步看到旧总名下的不动产来源 其实有不少位于黄金地段 包括限值2亿的内湖达尔文科技大楼 以及位于中正区罗斯福路上的玉民大厦 还有和平西路上的立企中正大楼 如果以土地建物还有车位等价值来换算 限值通通都超过上亿元 其实除了这次被追逃的9亿党产 过去像是知名的中影跟中广 也都已经被认定是党产了 那么到底国民党党产纠纷在吵什么 带您来看记者江凯琳进一步报道 不当党产是国家将政党利用权威统治 取得不易之财的部分收为国有 被视为转型正义的实践 根据党产会报告 目前要追回国有和追增价金的部分 高达765亿余元 但实际仅取回1200万元 而党产会主委表示 案件几乎全卡在行政法院 以知名的大销大楼案来看 从最一开始的出手就充满争议 属于国债一部分的大销大楼 兴建完成后应公开飙售 但最后却在台北市政府内部 牵绊卖给民众服务社 且还是单一单位 以近乎抵价的金额整动购入 而这背后的金主就是中国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当年尚未登记社团法人 中国国民党不符合投票资格 所以藉由民众服务总社名义投票 加上当时台北市政府 及中央政府均由中国国民党执政 在资格限定内部有共识的潜艇下 民众服务社顺利取得大销大楼 及其土地 之后再将房地所有权 转给中国国民党 民国91年 国民党将大销大楼 以13亿价格卖给党营事业光华投资 到了民国93年 光华投资又以14亿5000万 将大销大楼出售给瑞生第一公司 从建民标购国转买后出租受益 到转手卖给相关企业取得大量财产 因此党产会判定 只是国民党利用政党势力不当获利 故追增7亿8275万 但此案目前能卡在北高行政法院停止执行 党产会抗告中 除了大销大楼 包括复联会的美龄楼 也被党产会认定是不当取得财产 应归为国有 但复联会主张受捐财产并非不当取得 因此美龄楼不该被没收 目前此案也处停止诉讼 对于取回金额不到万分之二 不只卡在诉讼 还有程序上的拖延 也让外界质疑究竟何时才能落实 该人民的还给人民 该国家的还给国家 以上是记者张凯玲通知报道 好的谢谢凯玲 从历来的党产争议可以看到 在过去党国不分的时空背景下 国民党长期主导国家权力 并从人民身上取得利益 那么到了现在 留下来的土地财产 是否全部都是不义之财 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不过可以确定追讨不当党产 不仅是为了归还人民该有的财产 也是台湾成为真正民主国家的 最后一礼路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360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来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